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9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11玉兰 首先来看到0918强震重创花莲南区 而为了持续强化救灾量难 花莲县政府27号是和慈祭基金会签订合作备忘录 由县长许正卫与慈祭慈基金会执行长严博文代表签订MOU 而台积电慈善基金会也都到场见证 与诺会全力来协助救灾工作 台积电公社服务部厂务处经理荣一红见证 花莲县长许正卫与慈祭慈善事业基金会执行长严博文代表签订MOU 三方携手合作强化918强震灾损后的救灾重建量能 来 大家一起 虽然也有红丹的部分就可能他已经是倾倒或者是有这个有半清 但是呢他也不是说半清等于说他非常危险有随时倒塌 这个防害到公共安全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全部把它拆除 那拆除的部分县政府来拆除 而复建重建的部分这个慈善基金会会来协助让它重建起来 0918强震过后花莲南区重灾区 根据县政府统计截至今天为止 鉴定受灾的民宅有505户 现在和两个基金会全力投入灾后附建 不会遗漏任何疑惑 慈激慈善基金会则表示 除了应期的附建 心灵与生活的照护与重建也同步进行 我们针对受伤比较重的红丹跟次重的黄丹 到目前为止总共是76户 慈激会全部来做修缮或重建 当然慈激除了这个之外 即使一般户里面非慈激所修缮的 我们还是会做安心家房 代表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到场见证 这一次灾后重建合作备忘录MOU 签订仪式的台积电公社服务部 厂务处经理荣一红表示 先前都已经完成初步的线刊 与诺会全力协助救灾重建的工作 这个即日起就立刻去做一些 做一些修缮的工作 那希望说能够这个对这些灾民有所帮助 合作备忘录内容包含了慈善关怀 仿灾教育 救灾合作等 建立合作机制 建构民间结合工部门 仿灾救灾体系 提升灾害防救效能 公司协力 施板功倍 再后尽速重建 恢复原来的生活 记者是玉兰 玉璃镇采访报导